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340集 现在是上午10点38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昨天美股收盘到从跌173点 那时打跌85点 今天雅股大部分都是跌的 台股跌181点 美股起子又继续跌 台币今天又继续跌 已经来到30.914 通常台币汇率是跟台股联动的 台币跌表示资金跑掉了 台股表现就不会好 我认为跌还是进场的机会 你用定期定额去扣 跌的时候就可以扣到低点 可以买到更多的单位数 这样不是很好吗 有投资朋友问我 能不能用定期不定额去操作 我认为可以 就是跌越多扣越多 涨上去再扣少一点 但是一般人很难做到 不信你可以去试试 而且你资金面要够 才能无后顾之忧 我是觉得投资不要想得太复杂 你就用定期定额去扣就好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